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a 欢迎回到日本考察频道 最近为了纪念Hello Kitty 50周年 所以大型展览会 Hello Kitty 展 当我改变时 Kitty 也改变了 这个展览就在11月1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 展览期会到明年2月24日 原来不知不觉 Hello Kitty 已经是50周年了 今次展览会展示了历代 Hello Kitty 的商品 由于今次展览的主题是 我再变Kitty 也再变主軸核心 所以展览的结构也是以这个商品为主 展现了 Hello Kitty 与时并进的变化 会场放了很多怀旧的商品 除了文具这些标准物品之外 还展现了一些旧家具等等 甚至是价值连成的 相信 Hello Kitty 迷就会相当期待这次展览 另外会场还会有限定商品贩卖 这一点吸引了很多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 同时也是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在展览会开幕当日 展览场队开馆时间是9点半 但有观众来到会场时 发现附近已经排了超过1000人的场队 当时社交媒体上不断传出有关展览会场状况的帖文 例如会场排队时一变哀号 又或者是怒哮声尖叫声耻气匹落 又说人群在涌入场场场一片混乱 疑似是皇牛群体蜂蜂而至 形容这个简直是人间地狱 等等这些声音在网络上不断传出 另外网络上也有些画面 拍到当时排队正在等待入场 疑似是中国代购集团的人 不顾会场工作人员的指示 不手秩序地冲入会场商品部 是抢购会场的限定商品 网络上也流传了一些片段 中国代购集团的人大量团积会场限定商品 并且当日迅速地在中国内地的网站上高价转售 所有场面都显示一片混乱惨不引倒 虽然今次展览主办单位声明 每场商品是严禁转售的 而且就是说每一次结账的时候 每个人只限购50件商品 但这些声明似乎没有带来实质的效果 不过再看清楚一点 就不是每人限购50件 而是每个人结账的时候只可以结账50件 所以某程度上造成这波混乱 我觉得Hello Kitty展的主办单位 这个山寮都有很大的责任 似乎他们就完全没有相关的政策去防范这些代购集团 即是前几天已经发生了这个 Ciccawa新商品开卖的时候 就引来这个代购集团排队 并且是偷窃商品的新闻 好似这个山寮三历欧这些老字号企业 一定是有想过这个问题 还是他们其实希望利用这些中国代购集团 去制造新闻引起关注呢 不过来到这个展览的第二天 三历欧就公开表示 因为这个Hello Kitty展的擠涌状况 而公开道歉 并且宣布就是说 自这个11月2号开始就改变这个营运的方式 部分商品就会考虑采用这个预订形式进行贩卖 详细状况决定后就会在官网上公布 而且会场商品区就会设置限制购买时间段 更改了商品区域里面的收银位置 等待队伍的位置 就变更了会场限定商品的购买数量限制 由一次过只能够结帐50件减到30件 但就算这样改变也好 似乎三历欧也太看少这些代购集团 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告一段落呢 就有待之后的新闻观察 另外透过今次有新闻讲的机会 想再另外讲下有关Hello Kitty 和它背后的这家三历欧公司 Hello Kitty就是在1974年 由三历欧公司的内部设计师 清水柚子所创作的角色 其实后来还有二代目三代目的设计师 不过Hello Kitty的版权持有方 就是属于这家三历欧公司的所有 而这家公司早在1960年时成立 现在已经是一家 拥有很多人气的家通角色版权的知名公司 而有关这家三历欧公司的创立 也是有故事可以分享的 在2020年时三历欧公司就宣布 是创立以来首次社长更替 创办人这个十信太郎 当时92岁 就将会退任成为会长 而社长一直就由他的孙十彭邦来担任 新任社长十彭邦当时就以31岁之零 就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当中 最年轻的社长来的 根据日本公司的惯例 创办人通常都会尽量将社长的职位 交给家族成员 十信太郎的儿子 本身就在2013年时 就因为急性心脏衰竭过身 所以这次就将社长职位交给孙十彭邦 三历欧的创办人十信太郎 就曾经在退任成为会长之前 接受过媒体采访 就详细讲述他创立三历欧的心路历程 首先十信太郎 他是1927年时出身于山尼园的甲府市 是一个经营餐厅的传动家庭 当然这个年代出生的人 都会经历过这个战争的洗礼 山尼园的甲府市 过去就曾经是甲匪武田市的城下丁 这是被群山包围的盆地 一度被称为天然的堡侣 而甲府市距离东京都 就是大概70英里 是拥有1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亦都是日本最大的内陆城市之一 在山尼园的冤府所在地 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 美军的B29轰炸机偶然会飞越上空 但由于一直以来都未受过美军的轰炸 有些人甚至乎会乐观地认为 美军是不会谋然轰炸甲府市的 不过最终悲剧也是发生的 在1945年7月6日到7日期间 甲府市遭受到美军的大规模凶炸 当时年近18岁的十信太郎 背着他年幼的妹妹 在这个受到凶炸 已经变成火海的甲府市到四处逃走 他家当时已经化成一片焦土了 这场甲府市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当中 一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人是遇难的 整个甲府市几乎化为灰尽 曾经热闹一时的城下丁风景消失怠尽 剩下的只有几座是烧到朝黑的高层建筑 十信太郎接受采访回忆当时的状况 他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美军要杀害无辜的人 但当时周围的大人跟他说 这是战争无可内阔的事 而且他慢慢猜不到日本最终会输了这场战争 因为他一直都相信日本是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 因为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所影响 后来战争结束后就重返正常生活 也是顺利大学毕业 十信太郎后来就去了山梨园的政府工作 直到1960年时辞职 并且马上创立了山梨思囚中心 这间也是三例欧公司的前身 前社长回忆说 在走上商业之路的过程当中 美军空袭的记忆是有很大的启发 他就回忆当时生活周围的普通市民平民 都是过着一些正常的生活 但就很简单轻易地被夺走性命 他就认为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再次发生 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再让战争发生 为了实现这一点 人类之间他就认为 人类之间是需要互相共存互助共存 和和睦共处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很大爱包容 很阻交的想法 有些人可能未必会接受得到 甚至乎是不接受日本人当时的 加害国的人民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事实上 似乎这个也是推动着 实信太郎在三例勾事业上 取得成功的理念 他在想要怎样能够在实现这个理想上 出一份力的时候 就想到就是 制作一些可爱的文具小礼物 是能够令大家变得有好起上来的 但我想他慢慢都猜不到 几十年之后 很多人就为了这些小礼物 就是差崩头 1960年创立山尼思绸中心公司 但当时战后的生活 未完全稳定 而且character这个角色的概念 还未是广为人知的时代 但公司当时 就注意到这个可爱的小物品 是非常受到市场欢迎 而且当时就处于这个是 女性地位慢慢提高的年代 于是公司后来就将目标 锁定在这个新兴的女性市场身上 就很劳力地为产品 注入这个所谓的可爱kawai的元素 而当时最初公司的产品 就以这个士多啤梨为图案的礼品 是大受欢迎 公司后来发展稳定之后 就在1973年的时候 就改名成为三寥三历欧公司 并且就开始自家创作 这个是原创的角色 于是就出现了后来的 Hello Kitty 等等的角色 而自从创立以来 三历欧已经诞生了超过 四百五十个角色 并且就在战后对于日本的所谓的 Kawaii 可爱的文化的发展 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 在1970年代出道以来 Hello Kitty 的热潮 都逐渐扩展到海外 就令到Kawaii的文化 成为了全球的共通语言 甚至已经不限定女性了 现在不知不觉之间 Kawaii已经成为了 男女都会追求的价值了 那大家又怎样看呢 对于Hello Kitty 对以上内容的什么意见都欢迎留言 又或者如果你觉得 Hello Kitty 只会让你联想 在当年在香港轰动一时的空案 都可以留言说一说你的想法 影片先来到这里结束 喜欢影片记得赞好影片 还有记得订阅我两个频道 包括这个日本考察频道 和日本日常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